我们看看这题目 乘立体器是有此函数在这区间的绝对极值 另外这里x等于负3和1并不在这区间内 因此呢这里我们只要比较这x以负2代入 以及x以0代入这值就可以了 那么x以负2代入 我们经过计算可以算出这是等于27 那么x以0代入我们算出这是等于5 所以呢27比5大 那么27就是最大值 而这时候这5就是最小值 这个答案 这1个位置 我负1个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